剛剛呢我們講到這個Alpha粒子的散射實驗的時候 我們講到拉瑟福用一個帶正電的粒子呢 來衝撞一個金屬薄片 然後呢發現了這個在帶正電的粒子呢 會撞到某些地方的時候呢 腳那個會反彈呢到不同的方向 或者是這個行徑的角度會有所偏折 那我們要問啦 這個Alpha粒子到底是什麼帶正電的粒子 是直子嗎 直子也是一個帶正電的粒子啊 那其實呢結果並不是的 所以呢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Alpha粒子 那這個Alpha粒子呢 其實呢它的名稱是來自於呢 原子的一個Alpha衰變 Alpha這個寫有點像是A 但是這樣寫下來的呢叫做Alpha然後衰變 那衰變的意思通常呢就是指一個原本是比較大的原子呢 然後呢它可能呢跑掉了一些放射性的東西之後呢 然後變成呢比較穩定比較小的原子 比如說呢這個U的衰變呢 U呢是我們拿來這個做我們的核電廠 發電的時候很重要的一個原料 好那不過呢之後我們也會再介紹 主要呢不是U這個238 而是U235 不過呢我們現在要講的重點也不是這個 我們要講的重點是說 我們原本有一個U92238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個U呢它的原子序 我們很清楚知道它的原子序 也就是它的值指數是等於92 然後呢它的質量數是238 所以我們也可以算一下它的中指數應該是多少 它的中指數 中指數 是不是就應該要等於238 238減掉92 OK 所以是不是146 好 所以呢它的中指數146 直指數92的狀況下 所以你把92跟146呢 再相加又變回238 就是它的質量數 OK 就是這個U U原子的質量數 好 這個U238呢 當它發生α衰變之後呢 它會變成呢 兩個東西 一個是呢 土元素 這個念土 一個金字旁 再一個土 那土呢 是這個 90 234 也就是呢 它有90個質子 原子序是90嘛 所以有90個質子 然後呢 再來呢 質量數是234的狀況下 就代表呢 就代表呢 它應該有幾個中指 是不是234 減90 所以是不是等於144 所以如果你仔細看一下的話呢 你會發現很有趣的事情是 整個質子呢 從 從 從 又變到土的時候呢 是從92 變到了90 而中指呢 則是 從 146 變到了 144 所以事實上呢 就代表一件事情 它一定另外跑出了什麼東西 另外跑出了 兩個質子 跟兩個中指 對不對 因為這邊各少兩個質子 跟兩個中指嘛 那兩個質子 兩個中指 其實剛剛好是什麼呢 其實剛剛好就是所謂的 氦原子核 氦原子核 而氦原子核呢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帶正電的東西 而這個氦原子核呢 其實就是我們所講的 這個大名鼎鼎的 阿巴粒子 那同學呢 其實最常會搞混的是 以為阿巴粒子 就是 等於 氦原子 氦原子 那要非常小心 這個觀念是錯的 因為 阿巴粒子 是一個帶正電的粒子 氦原子 是一個帶中性電的原子 那 事實上呢 阿巴粒子 是只有氦原子核而已 也就是呢 原本氦原子 外面應該要有兩個電子 這樣它才會跟原子核裡面 兩個質子 這個電性平衡嘛 可是阿巴粒子呢 沒有那兩個電子 阿巴粒子 就只有氦原子核而已 所以呢 請務必記得 你要常常把這個核 不要丟掉 免得我們把它搞混了 以為阿巴粒子 只有氦原子 那事實上呢 阿巴粒子是氦原子核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回到這個阿巴衰變 我們就是要講的重點就是 所謂的阿巴衰變 就是指一個不穩定的原子 它發生了這個衰變的過程之後 然後呢 它跑出了一個阿巴粒子 那這個過程呢 我們就稱之為阿巴衰變 我們就稱之為阿巴衰變